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中人中与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 通过人中能够判断出一个人的寿命以及健康状况 如果一个女人的人中短小而且看起来非常浅的话 那么这种面向绝对是无法偿命的 这种类型的女人命格薄弱身体机能较差 不仅在生育方面存在着诸多的问题 健康情况也非常的不乐观 在生活当中很容易出现疾病 即便是没有疾病 但也有可能会因为其他意外而导致生命受到折损 总之 人中短的女人想要偿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平时要多关注自己的健康问题 二 印堂发黑 印堂预示着我们的寿命情况 如果一个女人的印堂看起来非常的饱满明亮的话 这种面向是极好的 但是如果一个女人的印堂发黑或者是有凹陷 那么这种面向就意味着容易招惹是非 也会被疾病缠身 在中年阶段可能会遭遇一场重大的变故 从而导致生命受到折损 印堂发黑的女人大多性格内向 心思阴欲沉闷 预事想不开 容易做出极端的行为和举动 没有良好的心态 而这种不良的心情状态 也会给健康造成很大的伤害 自残的概率也是相当的高的 三 耳垂小 在校学当中 耳垂代表着一个人的晚年运势 如果耳垂厚大的话 说明福泽深厚 将来会是有福之人 但是如果一个女人的耳垂非常的小 甚至是没有耳垂的话 那么这种面向是非常不好的 没有耳垂的女人福气薄弱 一生坎坷不断 会经历很多的挫折和打击 健康也极其容易出现问题 到了晚年阶段 很容易被疾病缠身 生活状态也很拮据 而这种不良的身体情况 导致她们无法安享晚年 而且也极其容易出现 中年早逝的局面 所以对于耳垂小的女人 平时可以多关注自己的运势 也要好好爱惜自己的身体 在下学当中 拳骨高的女人不仅客服 自身的命格也是特别的薄弱 这类女人与福气无缘 一生当中多灾多难 生活充满坎坷和挫折 而且她们性格强势 刁针跋扈 缺乏同理心 人际关系较差 不仅与丈夫感情不和 与其他家庭成员之间 也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矛盾和争吵 这类女人想法偏激 做事极端 容易在外招惹是非 很有可能会招惹杀身之祸 而且她们的身体状态 也极其不稳定 即使没有遭遇意外的伤害 也有可能会因为 突患疾病而失去生命 所以对于拳骨高的女人 平时要注意调整心态 不要与他人产生矛盾与纠纷 以免影响到自己的生命 五发际线较高 也就是说 女性的额头看起来过于突出 油亮 过高的发际线会使得人的额头 看起来与整个面部不成比例 如果这一面相是出现在 男性脸上的话 倒是没有什么问题 反倒是能够体现出 男性老模深算 善于争权夺利的性格特点 但如果是出现在了 女性面部上的话 则意味着其人性格强硬 缺乏女性应有的温柔感 而且平日里 对于利益的重视远超于爱情 故而被称之为客服面相 值得一提的是 这种额头在相学中 还被称之为照服镜 指的就是额头过于油亮 会照出老公 这就是客服的意思 六眼睛不拒神 眼睛体现了一个人的精气神 一个人的眼睛有神 则说明身体好 且精力旺盛 这类面相特征的人 一般都可以健康长寿 但如果一个人的眼神 非常的涣散 如同没睡醒一样 则说明精神状态不佳 身体健康不足 这类人很容易死于非命 或是车祸 或是天降横祸等等 无法长寿 容易早死 这种特征出现在女人身上 风险更大 七 鼻梁起结 鼻梁起结也就是说 一个人鼻梁中间位置 有骨头明显的凸起 那这样的女人面相 是不会好的 她们属于怪异的人 又难缠的一面 她们性格很固执 不懂得如何区分 是非黑白 恩怨不明 软硬不吃 与人相处的时候 态度非常的不好 这样的她们 婚姻是很难美满的 鼻梁起结的女人 因为能够专注于 自己的目标 性格上从来 就不会轻易认输 一般在社会当中 也能够取得 很高的成就 但是由于做事方面 不知道人情世故 不知道哪些事情 可以说 不知道哪些话 是不能说的 一旦遇到了挫折 就很难站起来 会输得一败涂地 这样的女人 命运很不好 属于早死的女人 一生终究不能顺利 8. 印堂有邪闻 印堂有邪闻的女性 一般而言 性格刚强 强势 做事不留余地 说法也非常的刻薄 这种性格导致 她们身边 几乎没有朋友 婚后这部分女性 对待丈夫 也是非常强势的 言语上不饶人 导致自身运势不顺 婚姻上容易发生婚变 这些女性 主要要面子 进而导致 她们心情始终 郁郁寡欢 不能正常生活 同时 印堂代表着 一个人的 服孕和气度 这个地方有邪闻 也预示着 这部分女性 自身服务浅薄 没有享福的名 总是生气 猜忌 愤怒 长期被各种 负面情绪包围着 加上她们自身 运势不佳 命运表现坎坷 婚姻生活不顺 子女不公顺 不孝顺 这些生活的困难和压力 都放在了 印堂有血纹的女性身上 让本身命运不济的 她们血伤加霜 寿命自然就会受到影响 导致短命的情况发生 9 唇部包齿 唇部包齿 乃是短命早死之人 常见的地包天 天包地 爆牙等等 都是寿命短 容易早逝的特征 牙齿外露突出 不整齐 乃是体弱多病的表现 体弱多病之人 自然就容易断命 再则 唇部包齿的面相 也暗示着一个人的 生育能力较差 子女运势不好 所以此类人 即便是长寿 也注定环境凄凉 故苦无依 10 两腮无肉 两个腮帮位置没有肉 这种女性的脸 被称为狐狸精脸 或者是蛇精脸 当然这种脸型 并不等同于 现在女性追求的瓜子脸 更类似欲种 整形脸 如果把塞骨消磨 成为尖尖的网红脸 如果是天生 这种脸型的女性 预示着她们福报很浅 主导着亲情缘博 从小无法接受 父母亲人的爱护 甚至会从小 孤苦无依 这部分女性的遭遇 会使她们的性格 变得尖酸刻薄 为人生性多疑 心里阴暗 无法与人敞开心扉沟通 总是生活在算计和阴谋当中 无法感知爱 自身情感运势 也表现得非常坎坷 子女原差 她们的寿命 也会因此而逐渐地消磨 成为短命的一类人 11 嘴唇色色黑 在面相中 一个人嘴唇的颜色 是最能体现出 一个人身体健康状况 与人们的寿命长短 也是有着密切的联系 如果一个女人 嘴唇颜色红润 那说明了 她们的身体是非常好的 是个身体健康的人 寿命也自然会长的 但如果一个女人 是嘴唇色色黑的 嘴角颜色是发紫的 那这样的女人 肯定就是面相不好的 身体健康状况也不好 一个嘴唇颜色发黑的人 就是血迹不足 血液不能循环所导致的 这样的女人身体是很不好的 自然就是很难长寿 在日常生活中 应该要多锻炼自己的身体 也应该要吃一些补血的东西 这样才能让你的身体 更加的健康 拥有健康的身体 也能有好的生活 以上分析的就是 短命的女人面相 这些女人身体方面是不太好的 她们的性格也很不好 总是喜欢发脾气 不能积极的面对生活 心态不好是会对自己的 健康方面有很大的影响 人们的寿命与面相方面 也是有很大的关系 短命的人是难以幸福的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